但是不必說悄悄話 因為那裡是小林中最安靜的角落 你常噴燒有問題過 說秘密好像有別人偷聽 老公我跟你說 昨天班長沒有帶功課回家 既然在放學後老師不在 自己一個人都跑回教室拿功課 不小心被我看到了 真的嗎? 放學後一個人老實足在教室 聽起來很危險耶 當兩個小女生滋滋喳喳說的內彎時 突然有一個高高的身影出現在眼睛 女生女生們 謝謝老師老師 然後大聲說 老師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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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為什麼是哪一班女生 我們是一年校班的同學 好啊 琪琪一聽頂樓 那不是老師說的危險角落嗎 學校也常常叮嚀小朋友破壞 你隨便去頂樓 好啊好啊 我最喜歡幫助別人了 要不要去哪裡 我都幫忙 頂樓 老師說那裡很危險 不可以一個人去 琪琪想起媽媽曾經告訴過她 不確定對方是好人還是壞人時 無可先把她當作壞人 萬一誤會了 事後還可以道歉呀 琪琪直覺事情並不單純 想趁機逃逃 叭叭叭叭 這時鼓修的鐘聲響了 老師唱過鐘響了 我怕我們班的老師會擔心我們 我們要先回教室了 對 你們還可以幫我幫助 跳一跳 驚哥 爺到你直播 教室這個大 nope 雪啊 你們要蠻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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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兒 有點都比較壞了 你的學心太低了 走 就學不出大叔思雨老師 當學不出的老師聽到後 打出來時 滿位假老師 早就已經翻牆逃走了 啊 糟了 沒發現 快走 小朋友 學會速公布的上面 有效應的安全地圖 看到這個標示的 代表是不可以 去冒險的地方 請大家看清楚喔 校園安全地圖在這裡 還有小朋友 如果在校外遇到 陌生人關公或危險 也可以到有這個標誌的 安心擋路商店求鞋庫喔 我是五年中班和儀化 我是五年校班這件事情 我是五年校班真心快 我是五年校班中文胖 校台一起攻 五年級月十分 我等下班 我就是五年快到了 五年間 都要大口 我們來自成立